在出社長的宮廟姓明 在出社長的律師婚臨 比方威信貴行者的徐憲平老師 今天最后在七個岩山古板 兩本新書的發表會 因為我們一般的採訪錄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學術性的一個書寫 那有用功的傳奇故事 就是讓大家來聽這個故事 聽這個故事也同時可以對台灣的一個開發 可以有所了解 要透過故事讓我們了解 日本是記錄每一間遊園公廟的團記故事 另外日本是記錄定規的七個派人律師 老師表示完本鹽田善玉一定都沒有出版 為了讓更多人感受到過期的感動 只剩定用退休金付費發行 這兩本車是全面去呈現這個鹽田善玉的 這六十八年的歷史 其實在會賽包括機械化的採收 然後最後監調人最後在 丁山善玉田二零零年會賽 這樣都做了十八年 所以這本是七個鹽田的六十八年的白金歲月 這兩本車是在甘前還有鄉土情華的記錄 展現出國風土的律師變成文化意涵 添加為台灣的嚴格以及宗教文書 留下定規的記錄 南天閃閃閃閃 上菜方佈德